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要講的這一篇 是戲曲的題材與觀物 那可以說是鳥看整個怎麼樣 整個中國戲曲 而且是戲曲裡面的小戲 大戲都含摳在裡面 只差一點我戲 我實在是沒有對於我戲的劇本去涉獵 這是要說清楚 所以打馬虎眼 否則嚴格說來 戲曲是分人演的戲 和我人演的戲 都算戲曲 那人演的戲 又分小戲大戲 對不對 那我戲呢 又有什麼 傀儡戲 皮影戲 還有掌中戲 這三大類別 那大戲呢 更歷代體制巨種 和什麼 和腔調巨種 有個成語叫 池山渠海 說池的這個本質呢很多 那麼渠更像海一樣 渠像山一樣多 那渠像海一樣多 各位像這個問題啊 戲曲的題材 戲曲的劇目 你們都可以看出 我在每一個類別之前 都把這個 已經有的這個學者 和人家呢 花很多時間 然後掌控這個 研究出來的成果 也一家一家 列給各位看 把他的樹木住 只告訴各位 兩個信息 第一是什麼啊 第一你看 這個基礎工夫啊 要費多少的人的 這個經歷和這個時間 你看 一個比一個多 就可見 學問是怎麼樣 後來居上 可是後來居上啊 不一定 我也覺得 不一定後來居上 但是像這種工夫 它是一定後來居上 是累積的 累積的結果 你看 都是成千 只有男性啊 比較少一點 你看圓雜劇 南戲 比較早期 可是明清傳奇以後 尤其 經濟 對不對 好幾千 五六千 多少 傳奇呢 也有上千 我那個 好朋友 這個郭英德 他自己翻頁 自己弄的 這一千多種 他寫序錄 寫什麼 工夫下得很深 這時候令我敬佩的 我覺得無法超過他的 類似他專注在這一方面 所以從這個呢 是告訴各位這兩個信息 另外呢 就是 也要留意到啊 每一個劇種 他用的題材 會有怎麼樣 不完全相同 所謂不完全相同 主要的緣故一定是什麼樣 因為戲劇是大眾化的 政治社會 或者思想理念的演變 會不會影響啊 會影響 所以圓雜劇 宋元南戲 明清傳奇 明清雜劇 乃至於以後的經劇 對不對 經劇 或者各腔調劇種 昆山 腔系 高腔 腔系 皮房 腔系 還有經劇的這個 經劇呢 因為是多元 怎麼樣 多腔調劇種 所以說只好說經劇這個 這個劇系 他們呢 也不完全一樣 可是如果再往高 鳥看一下 有會發現說 歷朝歷代幾乎有個共性 這共性就題材的那個走向 是大致一致的 那為什麼 我們 這個 八百多年來 我們的戲曲的題材 都會偏向於歷史 而這個歷史不是正史 事實上是說唱文學裡編的這個講史 為什麼會不會這樣子 那歷史和戲曲的這個歷史劇 其實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戲劇 你們從戲劇看歷史啊 那是很可笑的 可是現在我們呢 大陸拍了幾個這個很重要的歷史劇 像西漢演藝對不對 那什麼楚漢相爭的 還有這個什麼康熙帝國的 包括現在在播出的趙環印對不對 這個 這些啊 都相當這個 相當尊重歷史 起碼大驚大解 都史距我很熟 所以 像那個 那個楚漢相爭 那就是相當合乎歷史 但是要完全合乎歷史 那看什麼戲啊 對不對 所以裡面有限然 自標榜 時間 地點 史事 都依照這個什麼的 桃花扇 我大陸有一個朋友 把他烤居了 是這個 李湘君的臉譜 李湘君和這個 何方毅呢 在冥王以後 還回到他的家鄉 商邱 回去過了十年的 愉快的生活 李湘君的房間 我都還爬上樓去看一看 現在還存在 李湘君因為後來被 何方毅的父親 發現他哥寂出生 有人 這個 重傷他 結果就擺到那個 他們的 這個田莊裡邊去 等於和電龍一樣的那個身份 所以李湘君一一 就死了 何方毅也 因此不舒服 也很快死了 所以一個可惡的 可惡的觀念影響 對不對 當過上書的 何詩 就是何方毅的父親 無形中殺害了 自己的兒子媳婦都不自知 那個真是 腦袋有時候很可怕的 像這樣的 你看 也不是完全合理 他還是 還是這個記載 我編的李湘君呢 我是盡量把它恢復到 另外一個境界 但是呢 我要借著李湘君 來嘲弄這個 這個讀書人 可是我對何方毅呢 他後來出來考試 所以我最後讓他們的分手 是在理念上的分手 還是保留了桃花山的悲劇 可是只是說 何方毅覺得 我讀書人 我要博師廣紀 清代的這些皇帝 我覺得比明代好得太多了 所以我為什麼不可以投奔他呢 為什麼我不可以為他效仰 那李湘君 就當年我嫁給你 是什麼緣故 你是個 這個 這個 有志趣的人 你現在要 民主氣節 你沒有 所以是 兩者之間的 一個堅守民主氣節 就好像李湘君 跟為何方毅在堅守他的癥結一樣 可是一個讀書人又覺得 更重要的是廣大的這個社會群眾的造福 所以衝突 結果呢 結果呢 就分手 那麼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 中國的這個戲曲的題材啊 會走向歷史和民間的這個傳說呢 這兩個題材最多呢 而反應當代的政治社會的卻很少 有人就說 那圓雜劇不是都反應當時的政治社會嗎 可是你們仔細來的讀一讀看 還是要利用怎麼樣 比如說要反應這個 一個元代的政治 他拿出來的兩個人物 一個是誰啊 包公 包公地下有職員 要謝謝元代的人 包公 還要拿金代的一個清官是誰啊 錢可 錢大爺 你看他還要借助不同的朝代 來呈現現代 就我也一樣 我編繫 我對當年這個 我們台灣的政治社會有不滿 我還不是假借著秦始皇 來可以罵罵當朝嘛 對不對 什麼什麼把當時候的一些民間的俗語 就用進去套進去 觀眾一看就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都會如此 所以啊 這是有關係的 第一啊 就是呢 中國的這個戲曲啊 被當作小倒墨跡 當作這個什麼不入流的東西 而且呢 演員的社會地位很低 作家地位低 這個是很根本的原因 這是我們呢 已經說過的 第二呢 就是啊 我們 這個戲曲的這個觀念功能 受到啊 從先秦內 禮樂觀念 對樂的觀念 因為樂的觀念啊 詩樂割樂的觀念 都是要拿來做怎麼樣 兩個象征 一個就是政治良語的象征 所以亂世之因 和治世之因是不一樣的 還有呢 他拿來就是要教化 一種教化的觀念 你把戲曲呢 弄入到一種 欲教於樂的這樣一個 一個這個範圍裡邊 一種理念裡邊 他當然就不能活潑 不能真正反映這些 現實的社會 這是第二 第三呢 他受到這個什麼呢 宋元堅的瓦瑟哥南 對不對 瓦瑟哥南裡邊啊 最吸引人的 一種這個藝術 就是講唱文學 說唱藝術 說唱藝術裡邊有很多 但是裡邊勢力最大 最吸引百姓的 就是說唱史書 說唱這個歷史 也可以說說唱文學呢 就像我們現在的傳播媒體一樣 在當時候讀書人不多 庶民百姓 對於整個歷史的觀念 還有呢 這個 這個倫理道德 這個思想的這個 如是道的思想的理念 都是從這一些 經過說唱人之口過來的 像這樣的歷史 說唱歷史的 你看我們後來有所謂演藝 對不對啊 演藝 最流行的三國字演藝 我們現在簡稱三國演藝 它就從三國字 演藝就是怎麼樣 怎麼樣 根據這個 然後把它怎麼樣 把它再加油添出 把它再延伸出來的 我打個比喻說 像劉、關、章三個人 三國字裡邊寫的 就是說 這個 關章對於劉備 非常的 敬服他們 平常呢 都勢力在他的左右 下邊有一句 恩若兄弟 他們之間的情感像兄弟 於是後 就桃園山結役 就演藝出來了 那民間的呢 更是有趣 民間的呢 更要趣味化什麼呢 說 三個人要誰 老大 都不符 彼此不符 在桃園裡邊 他們說 有一棵井啊 井裡邊有一條龍 所以呢 他們說 這條龍是有靈性的 就去做井 這個張飛呢 一上做 龍就伸著一隻腳 撐著他的屁股 所以他做起來搖搖晃晃 來 關公一做呢 伸出兩隻腳 所以他做出來 做下來 比較穩 還是有一點搖晃 我們這個劉備一上去 穩如泰山 因為腳 龍都把它撐住 所以他們說 哎呀 啊 你才是大哥 你是真命天子 你看這個民間這個有趣 那你 你還看 關公說 說周昌的那個民間的人 那根本是笑死人 周昌 各位知道周昌 我說的影子人物 各位還記得嗎 影子人物 就歷史上沒這個人 但是有那麼一個影子 慢慢把它 越描越具象出來的 這個影子人物 所以他說服他 他是做三大王 三大王啊 這個 關公路過 來 他下來要搶劫 關公呢 覺得這個人 是一條好漢 是一個猛將 很覺得不應當 要用力取 應當要用 來以制服他 他說我們不要打 我們用比比這個 比比賽比賽好了 關公看到螞蟻在地上跑 來 我們看誰把這些螞蟻 這個殺死 誰殺得快 殺得乾淨 誰就勝利 走場 這還不簡單嗎 就開始捶 捶了半天螞蟻照跑 我們關公就 一隻一隻 都死掉了 不行不行 光這件不行 我說好 我們那邊不是有稻草嗎 看誰能夠把這個稻草 能夠僵 那周昌呢 他說 我就讓你嘛 你用一根稻草 我又用一捆稻草 坐牢也不依有他 拿一根稻草 這還不容易嗎 一丟又被風吹回來 關公拿了整捆 一甩就甩過去 說他扶他了 你看這種 質譜到這個簡直是讓你無法 然後關公又去就看到 這個實在 對我威脅還是很大 他力氣那麼大 發現說他怎麼 這樓梯也不爬 這個什麼 就上又下來 這個奔騰 重跳 駝子 那麼樣的自在 你看 原來他腳啊 腳板長毛 人的腳 腳板怎麼會長毛呢 原來在 所以當周昌在睡覺的時候 他就去這個什麼 去把他脫割 脫割這個腳毛 可是周昌在睡覺啊 真睡是閉著眼睛 不是是瞪著眼睛睡 沒睡著是閉著眼睛 關公上去看到兩個眼睛 瞪那麼大 不敢啦 怎麼老是上去都是兩個眼睛大大的 就問他說 你到底有沒有睡啊 哎呀 我睡覺的時候 這個閉著眼睛啊 是真是沒睡 瞪著大眼睛就睡著了 好 關公就知道了 瞪大眼睛就把它剃掉了 說這個周昌呢 要下樓梯啊 不知道被割掉了 還是一瞪就下來 摔了一個大屁股 各位看看 類似這樣的一種演藝 民間的演藝啊 為什麼我們的 我說的這個是過分的 沒有證據可以考察的 但是你們可以看出 這個演藝劇啊 裡面的那個歷史劇啊 那種這個 方槍左板 這個時代地理情勢 亂七八糟啊 就是從民間這一些啊 這個說唱史家 演繹出來的 所以這個王國偉就說 這個演藝劇呢 那一種這個 棺木之灼烈 對不對啊 這個大義就是說 他的故事情節那麼灼烈 那麼樣子可笑不可信 但是他的文章是如何如何 他沒有說原因 但主持這一點 我的老師鄭英博先生呢 他寫的這個 原曲的四壁 就荒唐 筆落 仙條 還有什麼啊 有誰記得啊 就很荒唐 類似那樣就荒唐 筆落就格調不高 有時候很仙跳呢 就是太細手 還有一個頹廢 頹廢 思想性不高 都是和這些庶民 這個文學有密切的關係 就是在瓦斯郭南裏邊的收唱 尤其是講述 還有民間傳說 對不對啊 這些收唱裏邊是最主要的 這個題材 所以中國戲曲的題材啊 我有一個戲叫做 霸王遺跡 我編霸王遺跡是把 整個這個什麼呢 楚漢鬥爭 史記那些 當然都要讀 而且要把歷朝歷代 對於項羽和劉邦的評論 我也都要讀啊 還有把歷菜 永史詩 我也都要讀啊 我是讀了這些以後再來編的 把它融入在這裡編的 所以我那個呢 才是聚聚有根有機 可是未來要怎麼樣 為了她戲啊 戲沒有女主角怎麼行呢 空間最大的就是誰啊 余姬 所以我就給余姬造成一個有誰有 如果英雄必須要有美人 那個美人要像什麼樣 就都是我的啦 因為她歷史 歷史裡邊有這個人 類似這樣 我們現在編 我編鄭成功與台灣也一樣啊 然後發現鄭成功 她的這個什麼 成功失敗的原因 鄭成功的個性 可是也沒有辦法 女主角必須要鄭成功的太太啊 像這樣子 明明鄭成功打台灣的時候 她說這個鄭夫人啊 是在留守什麼 留守廈門金門的 沒跟過來 但是她後來影響到什麼呀 影響台灣很大 後來鄭成功死了以後 這個鄭成功的這個夫人在台灣 對台灣的開墾叫化 都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就乾脆把那個 鄭成功死後的這個事蹟 把她拿過來一起 給鄭成功和那個夫人一起去做啊 這戲才有內容啊 你看我那麼樣用心的去考察歷史 可是為了劇情 不得不時空 我這個叫時空怎麼樣 措斷的這個現象 但是還是處處有根據 但是就時空措斷 所以戲曲與歷史是絕對不能畫等號的 這各位也要知道 以前台灣啊 有許多不明白這一點 這個演包公戲上行的時候 包公呢 屏風後面 恰好呢 倒撥也不知道 掛了秋姓八首 有人呢 就開始寫信 你這個怎麼樣 第二條有人說 觀光的 這作案上 怎麼現狀師是甲骨文那邊啊 類似這樣子 我就寫了一篇戲曲與歷史來批駁他們 我這篇文章很重要 可是當時候就被推稿 有一個雜誌寫 西施是中國第一號擬間諜 我就寫說西施 有問題 是個影子人物 你們說他擬間諜幹什麼什麼 結果又被推稿 因為他們不能打自己的嘴巴 可是我那篇文章各位也知道 後來不知道被誰抄被誰用 都是事實如此 這個雖然是笑話 但是呢 所含長的就是為什麼 他會走上歷史和小說的一個 一個背景 還有呢 就是明清以後 原代已經禁止這個戲曲的這個演出的內容 但是沒有像明清 明清下了很大的歷令 三番五次的重申 就是戲曲只能 我這裡邊都有 戲曲只能演出什麼 忠孝哲義孝子出身 對不對 或者是神仙道化 有益人心的這些 不能批評聖人 不能批評皇帝 所以聖人皇帝不可以上舞台 你們如果說留意一下 明代的戲曲啊 只要是 要皇帝出場的 他都改變成了什麼 殿頭官 殿頭官 事實上就是太監 我們上個禮拜不是也說過 古代的這個 這個金彎寶殿下邊的這個陛下 對不對啊 陛下 類紋紋紋五兩旁 傳呼的是 是站在怎麼樣 壁上的太監 來傳呼 所以殿頭官 就代表了 群臣有什麼樣 要需要皇帝的情形 只有由殿頭官出來代表 其實背景就和什麼有關係啊 和不准帝王 在舞台上 可是到了明末以後 比如說元曲賢也會有 漢宮邱 梧桐雨 那是明代萬曆以後 後來呢也有一些什麼 帝 帝 帝 遊春啊 或者是 連這個姚順什麼都 把他當 當野餘嘲弄的對象 但是明代末年 一個制度啊 到後來就鬆懈了 就 法律呢 形同聚穩 是有這些這個現象 你看看在這樣原型 進法之下 如果你常有這樣的劇本 不拿出來 那 成主皇帝的 明成主皇帝的口吻 是什麼呢 五日內不交出來 全家都殺了 就這麼一句話 這樣的這個 你看作者怎麼敢 越虐恥一步呢 當他們呢 要有什麼樣抒發的時候 他就不能夠 直接來反應 這個政治 社會 就必須 這個 使這個戲曲的 這個題材內容 開始 往一個欲教餘樂的路上走 這也是 時代環境啊 引發出來的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啊 我這裡邊呢 不是附了一個 很多月的表格 對不對啊 是周一白先生呢 費了很大的功夫 去做的 其實這個表格 我一再想要把它補 補充 想要把它這個 在它的這個建構之下 可補的以現在的資料來說啊 很容易 而且可以怎麼樣呢 很容易 而且可以這個 做得很 作響 因為現在怎麼樣 幾個書出來了 歷朝歷代的那個夢錄 裝衣服 還有這個 這個北京的那個 李修生 李修生 他寫了一個什麼呢 戲曲這個 題材故事 提要 像李修生先生那個書 也有一千多種啊 裡面的這個目錄啊 還有版本啊 還有批評啊 還有故事內容都有 什麼劇種 你把這一些 目錄這一些 就可以補這個 補這個周一白先生 周一白開創這功啊 他那時候已經 很什麼 我偷懶 我只是把它移過來 可是我移了在這個 還親自掛電話給 做花瓶 他一停 大概沒問題 你何必這麼客氣 我說 有你這個話 我要寫在書裡喔 免得以後人家 這個說我幹什麼啦 這個不費摧費之力 就把他搬過來 我 你們看我的註解 我還寫了一條什麼 這個做花瓶教授 同意的 你們可以看出這些啊 什麼現象呢 中國戲曲的題材 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宋雜劇 今原本的劇目 被什麼啊 被原雜劇 所這個什麼 沿用 而宋金雜劇 原本的劇目 也和瓦瑟 當說瓦瑟 國南裡邊的收唱 有關係的 其實最 最重要的根源 我認為是瓦瑟 國南的這種 民間藝術的活動 那麼這個裡邊呢 就可以看出 民間的藝術 說唱文學的緊密關係 也和這個什麼啊 也和戲曲的這個密切的聯繫 我是中文系出身的 所以中文系的這個詩詞曲啊 這個文學經學啊 還有中文系的這個考證學啊 古器物啊 這一些基礎 我們是訓練過的 我後來要做戲曲 我覺得做戲曲 沒有兩門學問 做你的這個 語意啊 是難以這個 通達的 你就往往知其不知其啊 所以我 研究索文學 中研究院那一批 一萬多種 我都摸過 每一本我都摸過 因為我主持分裂編幕 民間藝術 我做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的 執行長董事長 和朋友 帶領學生 做田野 全面的調查 調查的那個分裂 和這個什麼的建構 都是出自於我的手 所以我覺得這兩者啊 協助我 研究戲曲啊 有相當大的幫助 所以我說這個也告訴各位 學問呢 學問呢 治學 這包括你將來創業 都不是單一可以完成的 一定要有主體 有課題 有語意 好不好 共襄盛舉 那麼像這一些 這些目錄 這一些目錄啊 可以使我們看出 你看 一個筷子人口的 的這個劇目 是不是一再的不停的演啊 一再不停的 白蛇傳在明代開始以後 你看 是不是演啊 許許多多呢 都是 尋著這樣的 這個 一再改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個 我在裡面也說出來 我記得我在這個書裡面也說出來 幾個緣故 就是三百一十三頁 《名傳奇》不存在原杂劇 《青代皮皇》更從原杂劇 《名傳奇》而改編 其間 雖在殷席之外 仍有所創新 但究竟 不易略脫 前人苛舊 尤其缺乏時代意義 戲曲題材之居限於歷史和傳說故事 以及殷席改編前人劇作的緣故 除上文 服飾所舉外 筆者認為 大概另去下頁幾點原因 第一 因為中國戲曲的美學基礎是詩歌 音樂 作者所最放心的是文詞的精湛 而演員則講求歌聲和動聽和身份的美妙 觀眾更由此而獲得爽心樂事的目的 如果觀眾對於劇中的情節早就了然 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歌舞院的鈴賞上 反之 如果對於故事情節毫無所知 或是事件太稀奇 那麼注意力便花費在情節的探索 因而對於歌舞院的鈴賞自然鬆懈 如此便不能掌握中國戲曲所要表現的真諦 所以 歷來劇作家都取材於筷子人口的故事 這些故事都是代代相傳 尤其是透過說話人的口 已在渲染講述 在人們的心目中 已經是熟之又熟的了 因此 所謂歷史和傳說故事 並不是直接取自史傳或載記 而是大多從說話人的畫本 剪裁而來的情節觀目 第二 中國戲曲既然不重視故事的創新 那麼改編前人劇本 在觀望的布置和排場的處理上 以其有所憑藉 自然可以省下許多精力 便於專業文詞的表現 藤能再稍用心思 有益於賣予前人 此等故事自以騰播於說話人之口 又歷久相傳於歌場之中 則興趣一出 眾人觀眾也容易接受 其感染力也較深 第三 實財歷史和傳說故事 可以逃避現實 可以任意添交交料 趁其彩絲 就中國戲曲來觀察 原人雜劇的內容算是豐富的 根據羅錦棠現存原人雜劇本是好的分類 記得八類十六目 這八類中以上數的公案劇 和梁劍間之戀愛劇以及杜托劇 最能反映當時人們的遭遇 和讀書人的心理 可是劇作者究竟不敢將人命的痛苦呼好 和人心的奮鬥不平 直截了當地表現出來 因此只好朦朧其事 借骨賤金 他們對於政治社會的不滿 只是吸氣當代出現 向包枕和錢可拿藥的清官 出來帶他們申訴 替他們主持政道 但那到底是妄美之客而已 於是等了下職的 便寄望於綠營好漢 出來替他們諸惡除奸 甚至於只好以冥冥中的鬼神來報名了 為人在當代所受的壓迫 更是寬無所未有 因此奮鬧之情也最為積怨 其中以馬志遠的劍夫妃最為典型代表 便使他還是不敢直斥當代 不來以當代的現實事件來編傳 元代的文望不反映 雜句雖有意反映現實社會 而人不得不見歷史和傳說故事 以免然反映 塞人口實 更何況文字劇頻頻兴起的明清掌潮呢 因此明代以後 戲曲的內容更加狹隘 從上文索引 索引述故企園 刻作建議的國初榜文 以及此榜文的律令為大清律令所因席 我們知道中國戲曲正是被宣判為傳播道德教化的工具 人人雜句的豐富生命令幾乎被剝落 禁禁 戲曲功能為之大為減弱 而在這種年型鎮法之下 六百年來的中國戲曲 也能不從歷史和傳說故事中取材 就因為戲曲娛樂之外 又加上了道德教化的宗旨 所以中國戲曲所要表現的 大抵不過是一些傳統的宗教信仰和儒家道家思想 我們如果要從中發覺時代的意義和企圖尋覓 人生內在外在的各種層面 假若不設牽牆富貴的話 恐怕是往往要叫人失望的 因此西洋人的許多悲劇和戲劇理論 拿到中國戲曲裡來 就沒力叫人感到和和不適了 好 最後這幾句話 引發了兩個聯想 第一 各位知道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這個開始很重置戲曲 所以1950年代以後 所謂戲改 那是全國動員的 因為共和黨是很了解戲曲對於民心教化政治的作用 所以當年也利用這個來把國民黨打倒了 那之後他們也對於戲曲 在武士運動的摧殘之後 重新給它振興 所以這個全國可以說 傳統戲曲 這個親近夫 走向一個復興 蓬勃發展的這些現象 整理就劇目 講究舞台美術 建立道元制度 把這些可能要滅絕的劇種 重新給它點燃起來 甚至於撇子 有小戲一下就變大戲 製造了很多劇種 這都可以看出當時候的這個現象 可是這個我一再反對的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藝術文化當政治工具 藝術文化當政治工具 這藝術文化一定變質 而且就會只有倒退 所以你看看 當時候兩件大事 一件就是討論琵琶劑劑 全國討論琵琶劑劑 哪一年我也搞不去忘了 也50年代左右吧 討論琵琶劑劑 那個開會啊 這個人之多啊 時間之長 也出版了這個什麼討論集 可是你一翻真是 拿我們現在來說 我們一種超越的這個立場 真是不忍足度 因為充滿了什麼 馬列主義思想 馬列主義思想 所以那時候包括 張跟郭漢成的這個中國戲劇 同時不是也是這一隊在主導嗎 每一篇每一本書每一篇文章 開始就要偉大的毛主席怎麼說 文章才寫得下 就像當年我們在台灣一樣 光陰事件雖如柳 不這麼寫就寫不下去 最後一定要把青天白日 插遍中國大陸的每一個角落 到底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說政治影響 所以有反共文學 反共戲劇在台灣 都是想一想 你看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候 對台灣的這個戲劇文化 又是怎麼樣的摧殘 布袋戲也要穿這個和服才能演 這個鴿子戲也要穿和服 拿那個日本武士刀這樣比來比去 那只有什麼 台灣人還懂得 就派出這個紹剛 從戲台這裡到多少公尺 用什麼暗號 日本警察來了 剛才在演這個什麼 什麼哭吊啊 什麼宣洩 這個台灣老百姓的苦啊 一直到日本人來了 那個坐在裡邊 休息應付的 就開始出來 和服啊 什麼牆疤啊 就出來 哇 演得到日本的故事 這些日本警察來了 遠遠就看到說 哎呦 這演的是沒問題 沒問題 事實上他們左右演 類似這一些就是 都是政治來干涉戲曲 藝術文化 都是很不好的 很不好的 所以我有一個 當年這個 這個什麼布袋戲啊 新聞曲製作的 那一位導演非常用心 找了很多歷史資料 那我作為創場 從開始布袋戲的原油 在台灣 在什麼樣子 什麼時代 呈現什麼內容特色 最後我收尾 我說由以上 各位就可見 藝術文化 如果被政治干涉 尤其做政治的工具的話 產生的是什麼 多可怕的現實 我們一個人 都君子不棄 什麼叫君子不棄啊 君子不被當工具利用 才是真正的君子 何況是一個民族的藝術文化呢 我的結論就是這樣 那時候啊 這個長榮啊 以為布袋戲啊 就是台灣的 什麼藝術文化 所以只要非太平洋的 都播出我在那邊演說 有一陣子相當有名氣 是這個緣故 可是我強調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這是各位這個什麼呢 讀大陸的這個著作啊 在那個時代裡面 會充滿這種現象 因為在那個時候 是有 雖然表象上很復興 可是事實上整個的思想內涵 是非常空洞薄弱的 第二呢 我在三十一二歲的時候 和當時候 我們這個 台灣最著名的 給大家很敬佩 包括我都很敬佩的 姚依偉教授 他是研究這個西方戲曲的 那一天的這個主題的這個 對談 我是代表中文的 他是代表西方的 我是代表戲曲的 他代表西方的 我那時候三十一二歲 他大概 到我二十歲左右 他就強調 中國戲曲是有悲劇的 像鬥爺啊 和公秋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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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事故啊等等 我呢 就說 中國是沒有悲劇喜劇的 中國的喜劇 也和西方的喜劇不一樣 中國的悲劇 也絕對和西方的不一樣 而中國根本沒有悲喜劇的觀念 我說有 都是牽強付費出來的 你看我這個是不是也這麼寫啊 牽強付費出來 我到現在還是這樣 我說要牽強付費 我來牽強付費給各位聽聽 好 墮兒 從小就沒有怎麼樣 沒有這個 這個 就死了 母親 七歲就被 賣做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孔養席 這是命運悲劇啊 他的命運註定他這樣 我要牽強付費就可以了 墮兒 有一股正義 性情又什麼樣 可是在當時候的 那麼黑暗的社會 碰到壞人 張立雅父子 碰到桃物那樣的做官 這是環境悲劇啊 墮兒呢 是悲劇英雄啊 因為他敢於怎麼樣 抗議那個時代的這個惡劣啊 他勇於這個什麼呢 連上天他都可以罵啊 他終於這個什麼呢 自己就在這樣的情況 死亡啊 這不是英雄悲劇嗎 我說像這樣付費 可是你們想一想看 中國戲曲 墮兒的鬼魂就出來為自己報仇啊 還會和這個什麼啊 還會和那個父親對話啊 終於壞人一個個來就是把他平凡啊 把他殺啦 平凡啊 這又什麼呢 這是中國庶民百姓的願望 覺得好人 再生不得好報 死後也要給他一點這個是 公義道理啊 的補償啊 所以老天爺才會怎麼樣 六月血啊 六月就給他下血啊 他被沙灘的血不往地上滴滴啊 直接沖上那個 那個那個小 那個庶民的願望 希望有這樣現象 梁三母住英台 在生的時候不能完成愛情 死後就讓他變成 裝作夢中的大福得飄 這個什麼呢 逍遙於天地之間啊 這也是百姓的願望 你說它是悲劇嗎 可是呢 我那時候聲音雖然 也叫的不小 可是 畢竟這個影響力沒有姚老師大 可是經過十年以後 姚老師終於在現代文學發表一篇 原雜劇有悲劇嗎 這樣的題目 第一句說 原雜劇沒有悲劇 所以最後的聲音還是我的 但要經過十年 十年 也就是說啊 研究中國學問 一定要了解中國的這個歷史背景 思想這個什麼呢 這個傳統的理念思想 社會人心的倫理這一些啊 做一個生活的基礎 西方的東西我們是可以參考 可以借鑒 但是借鑒參考 就像我和各位說過的 文化書學 對不對啊 你總不能A型的學 輸入西方B型的學 你只能輸入 人類共同的職性 它的A型的學 也可以輸入 雖然不同文化產生的 異質的學 但是它理路相通 可以互相融合的O型的學 對不對啊 但你絕不能輸入 B型或者AB型的學 這道理那麼簡單啊 接著我們來談啊 就是我書中所寫的這個 簡要給各位提鋼切 在元代那樣的政治社會裡邊 它所反映的那種內容思想 題材 所反映的內容思想 就歷代的劇種 來說啊 元代是最活潑 反映的 算最全面 最真切的 只是它還採取什麼 指傷罵懷事的 並不是直接了當的 只有一個直接了當的是什麼 南戲 南戲的那個阻截戲文 有沒有看到這篇啊 阻截戲文 真正 真正 直接了當的 把一個 社會的不平之事 在官府 那麼樣昏庸 那麼樣子 沒有是非功力之下 老百姓一再的和他們抗爭 而終於用戲文的力量 使得官府都不敢不正視這件事情 這是最直接了當的 其他鄭振鐸先生 他寫了兩篇文章 非常重要 一種是元代公安劇的這個 他的歷史背景和這個 原杂劇反應的現象 還有一篇呢 就是寫讀書人的 和歌跡之間的愛情的這個反應 這兩篇我都舉出來 但是我加入了自己許多的觀念 把它融會在一起重寫的 主題思想觀念 是鄭振鐸先生 鄭振鐸先生很可惜 他是個讀書人 他當時做文化部的副部長 到新疆的時候 飛機摔死了 他那時候 好像六十歲左右 他如果還活著 再多活二十年 那麼對戲曲界的貢獻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在那個時候 像元杂劇這兩篇 如果各位能把它找出來 不過我已經把它融在裡面了 融在裡面 因為元代的政治社會 這些我不必再說 各位都知道 文人的遭遇 對不對 那麼這個 對漢人的這個歧視 而且他們呢 又都是 差一點要以 以這個什麼呢 馬上得天下 也要馬上自治 如果沒有哪一個人呢 他勸元太宗 元太宗 憑定了 有大臣就說 我們就把這些 把它變成牧場 他說不行 要約利儲財 對啦 約利儲財 如果沒有約利儲財的話 那整個文化就更糟糕 所以元代政治社會的腐敗 就是因為他們不像清朝 清朝怎麼樣呢 它完全漢化 清朝完全漢化 所以清朝才能統治267年 這個它大一統 元朝才90年 如果加上北方的40年 總共130年 也都是和它這個治理方式有關係的 那麼在政治方面 所以百姓的願望 就希望有一個包公 有個前可那樣的人 那包公是全代的怎麼樣 清官 在宋史裡邊 包公好問題 是一個清官 但是它斷案的本事 其實呢 不一定高明 它只斷了一個牛舌案 我和各位說過了吧 民舌案而已 可是它有這個 這個笑筆黃和清 包舉不入 鐵面無私 這樣的一種形象 所以把它拿來 作為一個清官的典型 人們有希望反映在這個戲劇裡邊 可是事實上 當事就沒這樣的人 所以包公呢 慢慢的就變成一個清官的符號 他把那個宜蘭雜政 可以為百姓宣洩不平的 多往他身上集中 這個在胡適之叫什麼 劍朵式人物 就是 就像我們也說過 官公是什麼樣 忠義的劍朵式人物 因為人間就少忠義 因為做生意的人 最不講求信義的 所以呢 就把官公拿出來做財生也 要取之有道 都是 民間有時候往來是一種 反面的思維 那你看 當事事實上沒有這個 沒有包公 所以公案據 只是一個人們的希望而已 那沒有的話 總於是英雄豪賊出來為他們主持不平嗎 打抱不平嗎 那就誰啊 就想這個 在宋堂 宋代 的水浮英雄 各位要知道 有時候我們研究一個問題 不要跳躍得太遠 原代你就從宋代去找 這最直接的一種這個 影響反應 這一點記住 有些人考察一個問題 我都是從 比如說我考察我們下一次要講的這個 角色的問題 我都是從 宋代開始 清清楚楚 一拉就過來 有些人要跳躍到佛經 跳躍到歷史的這個 這個二十四史裡面去 去披殺檢經 檢經營案 結果辛苦了半天 找來的都是什麼樣 千強富貴 水浮的這個故事 也是宋代 說法人 就開始 南宋說法人就開始 慢慢累積而成 到了原代 正好怎麼樣 不按牌裡出牌的這些 草責英雄 就可以來為他們打抱不平 所以圓雜劇裡面的水浮英雄 就變成什麼 各個可愛了 你看那個後來被我們覺得很盲撞的誰啊 李逵 你們看看這個李逵富經那個劇本 李逵多麼優雅的人 唱出來的曲子 都很會欣賞這個什麼呢 山酸水色很有文人氣質的 和我們的形象不一樣 你們再看看明代的水浮劇 你們再看看明代的水浮劇 尤其是大觀貴人 朱友敦 這個 那個 周憲王朱友敦寫的 成災雜劇裡邊的 這個水浮雜劇 那個氣味 那個思想觀念 原代就不一樣 那因為原代人 希望有這樣的水浮英雄 來為他們打抱不平 這不是更糟糕的一點 可是事實上這樣的英雄也沒幾個啊 那只好怎麼樣 自己出自己的力來抱怨 來這個什麼 為自己取得一種抗爭的勝利 所以 可以墮額 可以 鬼魂出場 對不對 甚至有些鬼魂 還會抱著自己的頭 去追那個什麼 害他的 害他的這個 這個惡徒 許多的這個鬼魂抱怨 就是 無奈之下 自己轉換成一個生死的 一個這個變形 而有那個字 叫報酬之字 是不減損的 所以我們 由清官 水無英雄 到鬼魂 抱怨 是不是在那個時代裡面可以看出 一層比一層怎麼樣 無奈 一層比一層痛苦的這些現象 還有 還有 元代的讀書人 是什麼樣的樣子呢 二三年 從禁朝有味冒情口吶 而慈菜壯麗 一座三都婦 而是諾陽指揮的佐思 他曾寫了八首有史詩 其第七首雲 主婦 外不達 俘肉還蕭博 買成困彩橋 抗力不安宅 成品無產業 歸來亦復過 長青 環成都 地利和遼闊 自嫌其不違 一列光天極 當其未雨時 又在填耕或 英雄有尊瞻 由來自古喜 其中所謂的四賢 就是漢代的主婦也 朱瑪晨 陳平 芝瑪向儒 他們都是起先 坎坷 嚴俭 後來發肌變態的讀書人 所太宗的勇史 其實就是勇懷 他自負文武全才 夢想逞良途 可是一直抱贏守空虛 所以他就舉出四賢 來說明英雄有尊瞻 由來自古喜的道理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也能夠像四賢那樣 飛黃騰達 以列光偏極 但是我們知道 他終究只是夢想 在司馬式那樣的世界裡 他到頭只能在空中 共逐樓閣而已 你看 他在那個司馬式的時代 一個有報復有才能的人 已經有這樣的感嘆 自古讀書人 能夠很順利的 像這個 燕書 歐陽修 對不對 這一些呢 是很少的啦 包括王安石 這個 平良一說 蘇東坡也還算不錯啦 雖然被扁扁 但是 還 還 還做了一陣子好官 那你看看 這個 建福碑裡邊的這個 社會背景 三百三十二頁 第一行開始 作者馬公黎 可以說是典型的 演代理書人 他在冬地月福裡 吐露了最真切的心聲 夜來西宮裡 九天雕鱷飛 昏霞中原一步一 飛 故人知未知 奔隆意 恨無上天梯 左不心拿雲手 命理無時莫剛求 隨時過淺修生壽 幾夜年一片愁 晚後修 祭台如慢讀書 讀書須所提橋柱 提柱雖傳司馬驅 成據誰滿長的路 且探討長岸回去 故音中問英雄 王圖霸業成何用 讀書高麗六代公 秋武遠近千關種一場惡夢 由這四支曲子 可見東黎自詩有 左國心拿雲手的抱負和能耐 更具九天彭樂飛的豪情感盛凱 只是一滿無時 缺少相援意的故人 於是實則悲膽滿腹 遇過牢騷 既則看彈如漫讀書 而消極地隨時破淺修生壽 終至於指赤 王圖霸業成何用 只把人生看作一場惡夢了 好 各位啊 你們有沒有看出我這一 類似這樣的行文的寫法 我這種行文的寫法比較少見 我這種行文的寫法比較少見 就是利用怎麼樣 利用他們的這個原文 把它這個剪採下來 然後這樣可以耀眼不返 然後碰到百歲光陰如夢蝶 這是一套什麼樣 閃曲相當長 而且大家都讀過的 所以就反而點到為主 所以就反而點到為主 這是從閃曲裡邊選出來的 它的閃曲集 你一般人比較不容易讀到 那麼像這一篇常是被選出來 所以就反而點到為主 才不會顯得你引用太滋慢 這種筆法各位留意一下 好 往下 而如果你知道歷朝歷代的讀書人 一直是把科舉當作近身的不二法門 知不見十年窗下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之 知不見春風得意話題集 一日看盡莫陽花 他們對於那白衣傾向的公民事業 是多麼的熱衷愉快 而終生全心全力以赴 可是在這蒙元的時代裡 自從滅金後 僅於太宗九年舉行過一次 直到人中嚴幼二年方才恢復 其間科舉之廢製凡七十六八年 事實競爭皆由喘利 也就是說東林盛年之時根本沒有科舉 明白了這些 那麼劇中的所謂萬年策重道源 在東林的那個時代說來 都只是冥想而已 也因此東林那股不可 諾立的玉伯之氣 便已就如萬年策群似的架械劇中的 張浩之口盡情而靈寧盡致地發洩了 則則斷解殘編孔聖書 藏則是雅步魚 我去這六千中往下了此功夫 凍傻伯業 倫語篇 孟子劍 毛詩柱 惡傻伯業 尚树雲 綜藝傳 春秋樹 筆急到何出途 若出書 曾經那水牛背上喬男女 端得可變定害 傻者看向如 這筆攔住 賢露 盪益又擋住仕途 如今正越聰明越受聰明褲 越痴呆越想了痴呆符 越糊塗越有了無屠腹 折折又贏的逃禮不休官 無錢的子障學幹部 這些話語不只是馬東黎自家的寫照 更是生活在一族鐵皮下讀書人的共同心聲 我們且看無名式的兩隻中旅朝天子之感 不讀書有權 不識字有錢 不小事到有人誇見 老天只認賀心天 賢何於無分辨 折錯英雄 消磨良善 越聰明越越減 製造如鼓簾 得過如擰簽 依本分之落得人清見 不讀書最高不識字最好 不小事到有人誇俏 老天不肯變清濁 好何百每一條道 善的人欺貧的人笑 讀書人都累倒 第三則小學修身則大學 智慧都不及押清超 這兩支曲子 真把當時讀書式字的不中用 說得淋濃剔透 而其間的憤怒欺苦 也被叫人側側哀傷 這種憤怒欺苦和側側哀傷 是籠罩著當時每個讀書人的心靈的 好 各位像這樣的曲子 從馬智元的他的劇本到民間的曲子 這是不是元代特殊的現象 其他的朝代沒有這樣新生 可見這是呈現了讀書人的真正的心靈和無奈 可是在劇本裡邊 他一定要說最後怎麼樣 功成名就 對不對 總要有一個好朋友做大官的 他就把他什麼推薦一下 一下子就揮煌騰打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 因爲是 鄭政羅所說的空中邏割 空中邏割 我只是把這個 替鄭政羅找政局來落實 來落實 所以 在這個什麼呢 圓雜劇裡邊 馬智元的這個文人劇 裡邊的一些文人劇 包括其他文人劇 大概都是這種格調 這種格調也是 反映了 元代讀書人 在那個時代的 一種真實的現象 和百般無奈的這個 遭遇 下邊這些各位看一看 我是在延伸到整個中國文化 讀書人的那種心態 人活著一輩子 各位知道 中國古代讀書人 最大的目的 就是儒家的這個什麼呢 博師廣祭的那個理想 要化成天下 覺得自己讀那麼多書 就要做聖 聖做不到也要做賢 做賢然後才能奉獻自己的報復 這是唯一的目的 如果奉獻不到呢 他們就要隱居三年 隱居三年 好像捨離這個現實世界 把自己拔出於另外一個這個什麼呢 神仙可以冥想的那一個世界 可是世上天下哪有神仙呢 對不對 所以追求神仙的是一種空泛 如果迷失的還是煉丹吃藥 那死得更快 都是個個都中毒 這個光宗皇帝為什麼坐一個月就死 也是紅丸案 那個紅丸事上就是可能啊 很強烈的一種 其實是毒藥 但他認為這個是相當的 讀書人很多 你在做報復子的這個誰啊 葛宏也不過活四十幾歲啊 他九轉丹匪我想也是 自己吃死了也不一定啊 但是讀書人呢 縣事不能夠實現 他就找一個超脫的這個神仙 或者歸一佛 佛門 你看李白是不是這樣的啊 和一天到晚和道士在一起 陶淵明是不是也要和佛 一個高僧 事實上還是同樣的情形 我們蘇多摩爾要個佛運呢 也都是縣事不什麼的 還有些人是什麼呢 發現神仙道化 這是虛無的不能實現的 所以又回歸到縣事 回歸到縣事又不得已 只好怎麼樣 再度地以酒色來麻醉自己 就像這個杜甫寫給李白的 說這個什麼呢 秋來相顧上飄棚 然後是為父丹沙愧葛紅 痛飲狂歌空肚日 你看他後來 丹念不成了 又重新 痛飲狂歌空肚日 這有第三個 第一個境界追 追求不到 秋來相顧上飄棚 一個人到了中年 像秋天一樣 應當有人生的收穫 可是你還像無根的 彭巢在空中飄蕩的 那你這個什麼呢 九轉單不回 對葛紅你都感到慚愧 意思就是說 你追求神仙也追求不成 所以痛飲狂歌空肚日 你現在又回來了 回到人世間 只有痛飲狂歌 說會吸引三步杯 他飛揚霸腹 魏水雄 你還這樣飛揚霸腹 有誰能欣賞你啊 所以李白的悲哀啊 這一首詩啊 杜甫就把他看破了 杜甫了不起 就他對他的朋友 他都是一種秋來相顧 什麼相顧啊 用他整個生命力來 關照他的朋友的 所以他的詩能那麼動人 是他全心全力的 對人 對事 對物 都是那麼一個 一往無回的熱情 所以杜甫才是聖 李白要做仙 只能做帝仙 帝仙再怎麼樣 還生不了這個 到天庭 所以這個讀書人 下面我發揮了一些 讀書人的心路歷程 其實在元代也反映得很厲害 那樣一個沒有希望的讀書人的時代 那讀書人呢 也喜歡愛情 對不對 這些愛情啊 在讀書人裡邊的遭遇 好像從劇本裡邊都很圓滿 戀愛的鬥爭追求 開始的時候都不如意 最後都是勝利 這個就像什麼 因為那是劇本誰寫的啊 劇本是文人寫的嘛 寫到最後是他的勝利 其實呢 現實不是如此 有一個劇本 關漢經的舊封城 關漢經的舊封城裡邊那個安秀石啊 是真正元代讀書人在愛情上的遭遇 如果沒有趙潘爾的話 那安秀石就是活生生的一個讀書人 失敗的例子 所以我說那個劇本是唯一反映讀書人 在戀愛啊 在感情世界裡邊的一個真實 其他的呢 各種風月劇啊 愛情劇啊 或者是這個和袁山查克包兒的這個 糾葛鬥爭的這些啊 其實失敗都是讀書人 賣軍稀賣鹽賣茶的那些商人 絕對是勝利的 你拿現在社會來說 是不是也如此呢 但是當你寫小說 寫散文 是出自於文人的筆 像那個阿Q的精神勝利 都是文人的一個習慣 一個習慣 我想這一些啊 下個禮拜我們稍作補充 然後也希望各位呢 來把那個角色 角色這一篇呢 我們會細講一點 因為這關設到一個自學態度啊 方法啊 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一些 一些方 態度方法和切入點 如何運用資料 如何來判讀 如何使這個千古難節的角色這個問題 我們得到一個 起碼是憑證通達可信的結論 所以我們花時間多一點 今天這一些呢 各位自己一看都清清楚楚 所以我們就簡單的說到這裡 謝謝各位